Hello C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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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Bravo 意大利8AlphaCream Bravo 意大利8AlphaQuebec calling CQStatingby 这里是四川成都 Bravo 意大利8AlphaQuebec Bravo 意大利8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无线电已经是一个非常远远的东西 我们几乎只在电影或者游戏中看到过 像《实迷召唤和战地》系列游戏中 就有用无线电来协调部队和呼叫支援的场景 作为一种前互联网时代的通信手段 它已经从民用逐渐转移到军事通信等专业用途 但你猜在2024年的今天 中国有多少业余无线电爱好者 答案只接近30万 所以我很好奇 为什么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 还有这么多人在玩无线电呢 于是我厚着脸皮私信了 资深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成都M哥 想了解一下无线电到底怎么玩的 刚巧M哥告诉我 再过两天就是今年四川无线电协会的年会 到时候有许多爱好者都会在成都的年会现场 那择日不如撞日 我们干脆直冲成都现场感受一下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都在玩什么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也叫Ham火腿 是指用电台等无线设备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非商业通信的群体 在我还不了解无线电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疑惑应该跟大家一样 就是为什么要叫业余无线电 后来看了资料才知道 这个业余并不是说能力和水平业余 而是指非职业性和非商业性 与之对应的则是军事国防 公共广播 航空海事 商业通信等专用频段 无线电平谱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稀缺资源 而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 我国的无线电频率划分图长这样 这些密密麻麻的颜色 代表了不同频段下的不同用途 为了不造成对其他频段的干扰 国家给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 专门划分了频段 在这些允许频段内 Ham就可以自由通联了 其实这次参加的 说是四川无线电协会的年会 更像是一个爱好者们的嘉年华 现场既有各种设备的展台 又有Ham自带设备来交流 还有无线电侧向和通信比赛 和无线电C列操作证的考试 刚到活动现场的时候 第一个吸引我的 其实是无线电爱好者们的车 甭管什么品牌什么型号 在这的每辆车 几乎都装了一个车载电台 而且车身上都有显眼的天线 想必这个群体跟钓鱼佬 还有户外爱好者们的重合度 应该挺高的 但是相较于其他小众爱好 业余无线电 还是有一定的门槛 首先在国内想成为一个Ham 你需要一个业余无线电操作证书 它分为ABC三个类别 C类最高 A类操作证 可以操作甚高频和特高频频段 最大功率不超过25W 所以通信距离也不算很远 一般只有几公里到几十公里左右 B类操作证可以使用 包括短波、甚高频和特高频等 覆盖面更广 最大功率不超过100W 通信距离能从几百公里到几千公里 甚至可以跨过东信 C类操作证是最高的操作权限 允许频率和B类一样 但是最大功率允许使用1000W 理论上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HEM进行通信 当然 如果你能利用一些特殊的技巧 比如卫星 A类也能通连全球 但是C类并不能直接考 你要考完A类后设台6个月 才能考取B类操作证 然后取得短波执照 再实际操作18个月以上 才能考取C类 所以C类操作证 在业余无线内爱好者里 也是SSR的存在 在接近30万爱好者中 也只有几千人持有C类操作证 正好这次年会 也举办了四川省今年第5次C类操作证的考试 考试名额只有80个 据说只用了7秒就被抢光了 但是考下操作证还不算完 你还需要另一个东西 叫无线电台执照 相当于考完驾照 有了自己的车以后 还需要一个行驶证 这时候你才会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呼号 所以我们在签到板上看到 大家签的都是自己的呼号 走到这一步 恭喜你 已经是一条新鲜的火腿了 接下来 你只需要花个几年时间学一点物理 地理 外语 电路基础 通讯工程 信号处理 计算机科学等方面的知识 然后在全球通联个几百人 差不多就能成为一条老火腿了 但我作为一个还没入门的Ham 第二个问题是 大家在无线电的世界里都玩点啥 于是我在现场问了一圈 翻译大家玩的内容还真是不尽相同 有玩短播 跟世界各地爱好者交流的 有喜欢参加各种无线电竞赛的 有人喜欢设计和搭建无线电天窥系统 也有热衷玩卫星通信的 还有很多DIY爱好者 把手搓设备当作最大的乐趣 我们还问到一个老哥 他在挑战0.5W功率 做超长距离的通联 而且已经通联了几十个国家 玩的是那个KURP小功率 玩小功率其实 更玩的是一种挑战 一种兴奋 还有这个 可以学到很多 这个天文地理的这些知识 因为他 这种小功率完全是靠你的天窥系统 还有这个电离层的这个反射折射了 这样的话 你需要看不同时间点 它这个电离层正好能反射这么小的功率 达到最远的距离 老哥还告诉我 小功率的乐趣还在于DIY 他随身带着六区的爱好者制作的 CW摩尔斯码套件 当天窥系统匹配的非常好 电离层传播又非常给力的时候 这么一个小功率套件 就能发送上万公里的信号 因为无线电话它所分为很多类 一种是简单的喜欢这种 手持电台的UV的 还有一些喜欢短波的 还有一部分喜欢微信通信的 还有一部分就像你刚才说的 喜欢收集卡片 那么收集卡片 我们有一个基础就是你要玩短波 因为你才能通到全世界 对各个地方的人 这样就可以交换更多的卡片 刚才M哥提到的QSL卡 是一种在HAM之间互相通联过的证明 早在20世纪20年代 就在无线电爱好者之间流行了 无线电爱好者通联之后 会互相邮寄一张QSL卡 也是互相交换联系方式的途径 这张卡上有对方的呼号 通联时间 地理信息 有的HAM还会盖上自己的印章 而背面 则是无线电爱好者发挥创意的地方 许多无线电爱好者 会把收集到尽可能多的QSL卡作为追求 就像游戏里的完成成就一样 而随着时代的进步 许多HAM在面积之后 也会互相送一张QSL卡 来纪念这次交流 我在这次活动上也收到好多卡片 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在看M哥和别人通联的时候 我作为外号人简直一脸懵逼 两人好像说了一串 剩次英语又不是英语的对话 其实这是专属于无线电爱好者们的黑话 这里是四川 成都 Bravo 意大利 8 阿尔法 维贝克 Bravo 意大利 8 阿尔法 维贝克 欧尔 刚才通联的 比如说我们CQ 它就是广泛性的呼叫 就是我在频率上呼叫的任意一个电台 它都可以回答我 中途的话 我们必须要交换双方的呼号 然后还有信号报告 最后就是交流 简要的一些信息 就结束了通联 通联之后最主要是要报一个73 73这个数字 就是送祝福 就是美好的祝福送给你的这个意思 像我们刚才如果通联也可以报天气 还有你的QTH QTH就是你的地址 其实我们这边里面通联很多都是用的简语 像比如说QRZ 就是谁是谁在呼叫我 QRT就代表我关机了 还有一些摩尔斯电码的一些简语 就比如说我说谢谢就是TNX 谢谢你就是TU 反正都是用的简语 还有就是我们在报呼号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字母解释法 字母解释法的话 就是方便大家能快速的识别对方的信息 电波它会受一些干扰 或者什么情况下 有时候听得不太清楚 比如说B和D 它就容易混响 把D听成D D听成B 如果我们用了字母解释法 它有一个标准的字母解释法 比如说Bravo Delta 你第一时间就能知道 你报的是B或者D 另外除了这些黑话 M哥还顺便教了我一些 在电台里必须遵守的规矩 比如不能打广告做宣传 主要是防止大家打开电台 收听到的全是什么 转转回收瓜子二手车 那不就耽误大家互相通脸吗 所以第一个规矩 就是禁止播放任何商业广告 另外就是禁止播放音乐和广播 这些内容同样会占用频段资源 并干扰其他用户的正常通讯 还有就是避免长时间占用频率 尤其是在频段拥解的情况下 要让其他爱好者也有机会使用频率 也不要在别人通联时 随便插入自己的呼叫 一般要等到对方交替呼叫 或短暂停顿后再礼貌加入 另外无线电爱好者们 还经常会面临一个小困扰 那就是经常被群众当成是行走的50万 也比如说我们像现在城区的话 玩无线电影项目玩短步根本不行 各种各样的电器干扰 刚才你听到这个信号都勉强能听到 所以我们就喜欢到公园啊到野外 但是你到野外很多人就不懂啊 他就打110就举报 看起来像间谍 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长沙的爱好者明天要来 他前几天才被当成那个间谍 被举报过 他已经被举报过很多次了 在今年工信部发布了修订版的 业余无线电管理办法 其中一项重点内容就是 允许未成年人设置使用工作在30-3000MHz频段 且发射最大功率不超过25W的业余无线电电台 在这之前 未成年人仅可以考取操作证 而不能设置自己的电台 这次修订 可以说让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又注入了很多新鲜血液 所以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好多小hen 甚至还有独自坐车几百公里来惨悔的 你多大开始玩的 今年才考到这 今年才考到这 你这件衣服上面 这是你的呼号 好帅 什么契机让你玩这个 M哥的视频 M哥我是刷抖音的 刷抖音的 你有呼号了吗 有 你是今年什么时候考的 今年8月份 当天下午 现场还举办了业余无线电的侧向比赛 参赛选手要在限定时间内 通过手上的天线来找到附近的信号源 越靠近信号源 信号强度和频率越高 最终找到信号源并打卡完成比赛 有点像另一种形式的寻宝游戏 我跟上了这位选手 一共找到5个信号源 最终还是倒在了离终点最近的一个信号上 而且我惊讶的发现 参加上活动的 几乎都是高中生 很多还是组团过来的同班同学 在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里 中年人的比例要相对更高一些 年轻人肯定更喜欢互联网 所以能有一群秩序相投的同龄人 是很幸运的事 在我第一次听说 有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这个群体的时候 我最想问的就是 为什么现在移动网络这么发达 却还有人玩无线电呢 它到底有什么用 而在这次无线电爱好者聚会中 我才终于明白它的真正意义 因为我无数次看到一个词 应急通信 温川地震发生之后 我在市区 当时通信就中断了 当时地震的第一条消息 就是通过无线电台发出来的 我们多发展 因为无线电爱好者的话 那么我们的点位 应急通信的点位就更多了 像我们这儿有一次真实的案例 就是我们成都西面的山区里面 每到雨季的时候 它就容易发生这么 一时流洪水就导致通信道路中断 那么正好我们有一个爱好者在里面 里面电话打不出来 那么家人肯定着急了 就包到了那个地方联系不上了 因为正好我们的这位会员 他有一部电台在车上 他就像我这个样子 在那个地方摆了一个桌 因为那个道路已经中断了 车也进不去也出不来 然后就通过无线电的方式 我们成都有一个指挥中心 然后两边进行通信 比如说这个家人委托他 把这个电话号码传递出来 委托外面的人给他家人报平安 就通过这种方式 相当于他是活动的 对我来说就是活动的应急通信 08年汶川地震 10年玉树地震 周曲泥始流 19年利奇马洪灾 21年河南水灾 每一次天灾来临之际 都有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的身影 因为在黄金救援时间内 无线电可能是唯一联系外界的方式 这也是为什么 多灾多难的四川地区 更加重视业余无线电的发展 在天灾来临之际 一瞬间山崩地裂 一瞬间大杂倾斜 电脑网龙会中断 手机信号也会消失 只有电波用不消失 而对于个人来说 无线电的乐趣 也正是它存在的意义 有人热衷于世界各地的哈姆互联 有人喜欢收集QSL卡片 有人沉迷手挫各种设备 有人喜欢参加国内外的比赛 我突然觉得我不该问无线电 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 即使抛开无线电所有有用的属性 只作为爱好者们的玩具 它也自然有其意义 就像我们不会问 钓鱼老们为什么不去市场买鱼 录音爱好者为什么不去住酒店 那自然也就没有理由 追问无线电的意义 它是一个边学边玩 边玩边学的这么一个爱好 并且里面要学好多好多 有用没用的东西 比如说英文 地理 天文 物理 等等 好多玩着玩的时候 你就学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学的东西越多 你的玩法也就越多 然后快乐加倍 我就是能与全国各地 乃至全球各地的人民群众 进行一个通年 还有第二点情况 就是在紧急情况下 也是能出一份利益 我觉得应该就是那种 江泰公钓鱼 电力成板 你永远也不知道跟你下一个通年的人 可能是在你身边 也有可能是跟你隔了几千公里 甚至上万公里 也有可能跨国跨州 对个人来说的话 因为我的性格的话 有点焦虑和抑郁 因为无线电让我更快乐 让我更开心 就像玩摄影和钓鱼的 他就是追求的那种感觉和过程 折腾和钻研 对 因为原来的话 这个是很多爱好者 觉得玩无线电是无线电 就不停地往外变钱 但是慢慢的这个爱好 变成了我的工作 也变成了我的事业 像我开发的好几个产品 在国外 销售的还可以 至少不能说是发达 两家糊口没问题 作为一个知识局的up主 我平时参加过很多活动 但不得不说这次活动 是我见过现场玩手机人数最少的 大家似乎都沉迷在一个属于无线电的世界里 我也被这种氛围感染了 等我的孩子再长大一点 也许我也会带着他一起玩无线电 不过在这之前 我决定先把A类操作声考下来 希望这期节目带你简单了解 无线电这个小众爱好 如果多少能引起你的兴趣 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HEM的行列 好了 这里是哈宾君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 欢迎你一键三连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互动 最后拜托们的关注一下我们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差评 对了 最近我们也做了点周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橱窗里面找到他们 我们下次再见